好天气变化最新消息 我们先提供给大家 气氧局持续发布好与特报 受到封面滞留的影响 我们告诉你是在嘉义的阿里山区 这边持续的滂沱大雨 阿里山公路77.2公里 地方已经发生摊坊了 不过最新消息呢 经过阿里山公路段 派人立即做抢修以后呢 目前最新的消息 一点过后呢 在这个地方已经可以单线的通车 目前掌握时间应该明天清晨以后 阿里山公路可以全线的通车 77.2K的问题 现在单线通车已经没问题了 请大家特别留心天气的变化 以及交通的一个问题 所定中间频道 即时掌握最新的天气跑雨 所带来的一个相关的讯息 好 这一消息结果给您最后 回到台湾团团 我们持续来关注是 台湾现在发生这么起 非常严重的官商勾结的弊案 最后官商勾结的弊案 从这些案情这几天曝露出来 给看得出来 而且试闻很敢要 那么这个赵成熊也很敢给 也很愿意给 好 但是是什么样的环境 养成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重点这个案子是出现在桃园 所以邱毅老师 那这个到底是 吴志阳市长的一个事人不明 还是说现在我把这些官员 通通该解职的解职 该砍掉的通通砍掉 我重新开始 我觉得要把问题的根源了解 因为现在有很多 都是所谓的乖宝宝当官 那乖宝宝当官不是人间烟火 不是世间红尘 所以你叫他们怎么去 扫除贪腐 因为你今天一个贪腐的人 我做了一些坏事 我当然表面上表现得更好啊 对不对 那你反而没有做坏事的人 他觉得那我干嘛也是 所以一些乖宝宝常常会做误判 马英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不会用人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我必须要帮赵成熊讲几句话 我觉得赵成熊一点都不无辜 但是呢 他其实蛮可怜的 他为什么蛮可怜呢 他讲对了一句话 刚才国书说啊 说他们很愿意给很敢给 我跟你说 有钱的企业都蛮吝啬的 他就是因为吝啬 所以才会累积这么大的财富嘛 他没有很愿意给的 他其实给的时候心很痛的 所以赵成熊公司你才规定嘛 如果支出要高于一百万的话 他一定要自己批 你知道吗 一百万对远雄来说 根本就是九流亿嘛 他还是要批一下 就代表说这企业 其实本身给钱给的很心痛 像割肉一样的 但是你不给不行 他们讲的一句话吗 叶士文要钱是很直接的 很凶猛的 你不给的话怎么办 俗话说不怕关只怕管 你们记不记得 在林医师案子发生的时候 高雄是对陈启祥啊 那个环保局啊 不是先发了一纸禁令吗 说你这时候要把 这个陈启祥公司全部断掉 帝勇全部断掉 对不对 那全部断掉 当然我吓死啦 那你要什么我当然 予取予求啊 我怎么敢拒绝呢 好 后来不是过了七天以后 莫名其妙的又全部开禁了 以前的公文作废 这就是他们官家最会玩的手段 我先给你一个杀手剑让你怕 你敢不给吗 你不给的话 我下面就让你史无葬身之地 好 那再加上 他又养了一批学者啊 这些学者还可以旁边帮他 帮他擦脂抹粉 帮他写文章 帮他唱歌 弄得一部好像这个行为 具有高度的正当性 与合理性 然后这些学者 相应的就得到了一些酬劳 得到酬劳以后 这些学者在系里面 他还可以去打点 锁礼办活动 还可以找募款经费 所以很自自然然的 就会成为下一任的院长啊 就会成为下一任的校长啊 这样的一种管道 其实就是造成今天这一种 产官学相互勾结的 贪污网络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你必须了解这种原因 对症下药才能够解决 对了解原因对症下药 小心 了解原因对症下药 你觉得现在执政是国民党吗 做得到吗 那么现在大家这个体验 很多的评价认为说 特别是民进党 然后你们就是黑金起家的嘛 那这问题好像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是吗 我觉得回归到最原始的 我们去想象说 一个开会的过程是什么 通常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是 比如说我是召集人 然后我召集了大概四五个 相关的部会首长或是官员好了 那有一件事情 我就发布下去 然后你们来做 那下一次开会的时候 我会接到什么讯息就是 这些人他会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目前做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目前的进度违和 所以真正的这种 最上层的管理者 他可能只说yes跟no 如果旁边没有人来提醒他说 诶 这夜市文怪怪的哦 他之前出了什么事情 你不要用他好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在上面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 他都等到最后事情 爆出来了才在擦屁股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 一直在台湾重复重复的话 就会变成是一个一个 更大的一个结构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说那为什么没有人来提醒呢 其实没有人想当坏人嘛 大家都是想说 那万一如果我今天我我自告奋勇 我来检举夜市文 那我检举了之后后来 呃因为当然他们是比较熟的 所以对变成说 哦没有啊没有这回事 结果最后呢被搞黑的是谁 是检举的人耶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会让大家都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藏屋纳垢就清不干净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来检讨的东西很多是 像这样子的 而这种这种贪腐的制度是不是可以从 更第三者的角度 去做更多的检举 那这个检举检报的过程他可不可以是 匿名的而且是他可以是 被合理的纳入这种执政的管道当中的 才可能把这样子的结构解掉 不然无论是蓝绿在执政 最后结果都一样 因为你开会的方法就是这样 那薛阿姐讲的很对啦 因为我们说桌监要桌霜嘛 桌贪要桌张嘛 要抓到张款都已经很难了 那抓到张款要证明有对价关系 那更难了 所以贪污案是不容易办的 我建议廉政署今天能够办出 叶士文跟远雄这个案子的话 我认为廉政署的成绩要提高啦 还是要提高到高一点的成绩 让他有更大的权力跟溯源 他才能抓更多的贪腐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比较担心的是说 你看像吴志阳他开了记者会 然后大动作的裁掉五个手 撤换掉五个手掌 这样就有用吗 他昨天记者会 上面还讲了一个重点 就说这个巴德何一宅 他的出租比要提高 从10%提高40% 我告诉吴志阳 那个地方你提高到40% 是没有人会去租的 他注定又是一个失败的案子 刚邱老师讲的官二代 像吴志阳这种 像郝龙斌这种 甚至像马英九 甚至未来的连胜文这种 这种都是什么 底下的人 他只要表面上做的 让你觉得你很有政绩 你知道多少人去告诉吴志阳说 哎呀你这个巴德何一宅推的不做啊 照顾这个事 这个未来我们升格之后的市民啦 所以他听到说假话 都没有一个 就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但是这个当主观的 你要怎么样有这样能力来做判断 要不要他选你做什么呢 我们待会回来